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1月7日 士博庭攀牽返国民队 星期五凌晨,蒲超赛场率先上演一场比赛 届时坐镇主场的国民队将主场迎战士博庭 不讲都知道士博庭今个赛季在蒲超简直就是一骑绝尘 球队具备令人放心的攻防表现 今次遇上中游球队国民队,士博庭要拿齐三分就二余反掌 国民队今个赛季在蒲超是名副其实的中游分子 作为升班马的他们在今个赛季打完11场的战绩 为三胜四和四负,球队攻防表现接近 军场入一个波,而军场同时失1.18球 这样也不难理解国民队现在为什么出现在联赛的中游位置 当然对于升班马的身份来说,继续延续这样的态势绝对可以接受 至于这场比赛,对于国民队来说 要拿分应该都是一种奢望,毕竟他们是很怕士博庭 在过去五次联赛交手,国民队吃了一和五负的战绩 还要是有五场比赛都没波入 球队本赛季本来就表现中规中矩 可见遇上士博庭这样的强敌 国民队只怕会在主场再输一一场 在阵容方面,后卫敌苏沙因伤被战 士博庭今个年度首场比赛是以二比零元胜布拉加 球队拿到新年的开门红,算上这场胜利球队已经在联赛有五年胜 期间能够攻入十个,而只输一个那么多 球队的表现堪称完美 这样的表现,士博庭已经由联赛开始维持到现在 球队今个赛季12场联赛一共有十胜两和 不单只保持不败,而且还有83%的超高胜率 即分榜上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波涂四分 当然这个表现是来自攻防两方的合力演出,士博庭在 这个赛季只有八个失波,赛季到现在有六场比赛都没被攻破 龙门,同时间,柏道干卡维斯领涵的进攻线也十分抢眼 平均逆长攻入2.33个波,其中柏道干卡维斯个人斩获11个 在普超神射手榜上领先第二名有四个波那么多 状态同时气都感高涨的士博庭,肯定不会放过继续加三分的机会 在阵容方面,前锋禧已被恩赏倦勤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,刘逆军报导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帮不等人,立刻下载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